美国文化中的自然瑰宝第27章 自然的控制与自然的终结 第一节自然的控制 约翰·麦克菲 John McPhee生于1931年 是一位多产的美国作家 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 共发表了四十部纪实文学散文集等 麦克菲于1989年发表的自然的控制 The Control of Nature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全书由三个故事所组成 第一篇讲述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试图控制新奥尔良附近的密西西比河的举措 第二篇继续了冰岛南部一个小岛上的民众 用海水冷却火山岩浆的经历 第三篇介绍了美国洛杉矶居民修建设施 企图防范山体滑坡阻挡泥石流的故事 让我们首先回顾 位于冰岛南部四海里出的黑马伊岛 见证一场人与自然如何搏斗的大戏 该岛占地面积11.2平方公里 拥有4500名居民 1973年1月23日 附近的埃尔德费尔火山开始喷发 起初喷出的火山灰被吹向大海 然而随着风向的改变 大量的火山灰和岩浆摧毁了岛上的许多建筑物 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鉴于形势日趋严重 岩浆甚至朝着码头逼近时 岛上的居民团结协作 开始用海水向岩浆喷洒 以冷却流动的岩浆 当年7月3日 火山喷发活动终于停止 火山爆发所喷出的岩浆固化之后 小岛的面积从11.2平方公里 扩大至13.4平方公里 虽然岛上一半的建筑毁于岩浆 但全岛居民的奋力拼搏取得了胜利 码头保住了 而且在整个火山爆发的灾难中 仅有一人丧生 洛杉矶东侧的圣加布里埃尔山 曾出现严重的水土侵蚀问题 当发生暴雨以及其他恶劣天气时 碎石甚至泥石流顺着山坡滚滚而下 严重威蚀山路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保护山脚下的民居 当地政府和环保组织联手 采取治理措施 但收效甚微 甚至以失败告终 在简要介绍以上两个故事之后 让我们聚焦于麦克菲讲述的第一个故事 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西侧 有一条支流 名叫阿萨法拉亚河 在美国东南部的朝克陶原住民语言里 意思是长河 这条总长220公里的河流 由北向南 刘京 路易斯安那州中南部 最后注入墨西哥湾 阿萨法拉亚流域 南北长240公里 东西宽32公里 这里是美国最大的一块 占地约5700平方公里的湿地 茂密的森林和宽广的水域 是众多水禽和野生动物的天堂 密西西比河的滔滔水流 养育了3770公里沿岸的千百万民众 支撑的无数个城镇和乡村 也是沿岸以及流域内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保证 在密西西比河注入墨西哥湾的附近 历史上多年的河水大幅度摆动 形成了一个宽达300公里的巨型扇面 在正常年份 阿萨法拉亚河与其东侧的密西西比河相安无事 然而 每当洪水爆发的年头 密西西比河总会把超出自己承载能力的水量 倾泻给阿萨法拉亚河 再者 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巨大水量 如果经由阿萨法拉亚河而注入墨西哥湾的话 能够大幅度缩短航程 事实上 历史上的密西西比河 曾多次经由今日的德克萨斯州 而注入墨西哥湾 一旦密西西比河改变入海口的航道 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城市巴顿鲁日以及新奥尔良市 将会出现可怕的凋零 密西西比河的治理曾经成为美国国会的焦点议题之一 1950年 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 根据专家承报的观测数据 国会的专闻委员会经过讨论 认定密西西比河入入墨西哥湾的水流 应该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有效的管理 具体的方案是 密西西比河70%的流量保持在现有河道 其余30%可以分配给阿查法拉雅河 最终 国会授权美国陆军工程兵团 按照这一原则 修建一个新的水利枢纽工程 翻开地图 你会看到密西西比河河口一带 呈现出一个巨型的大写H字样 右侧的树道是密西西比河现有的河道 左侧的树道是阿查法拉雅河 连接两根树道之间的横线 是一段七英里长的河流故道 当地人称之为旧河Old River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按照国会的授权 于1953年开始动工 在旧河上修建了一个大型闸口 用以调控密西西比河的洪峰流量 作为旧河闸口 调控设施的配套部分 一座高三十多米 重达五百万吨的十一孔分红大坝 经过十年的建设 终于在1963年完成 密西西比河一侧的河面海拔高度 大约六米左右 而阿查法拉雅河河面的海拔高度不足二米 因此当密西西比河面临洪水威胁的时候 管理部门便启动旧河闸口 将部分洪水分流进入阿查法拉雅河 从而实现管控密西西比河的河水 平稳地注入墨西哥湾 以确保下游城市安全等社会经济目标 约翰·麦克菲在书中 引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负责官员的话说 这个国家有一个庞大的敌人 我们的对手可以使美国丧失几乎所有的海运业 从而划出贸易大国的行列 我们在与大自然母亲做斗争 每天都在打 每年都在打 我们的经济仰赖于我们取胜 针对这一水利工程 美国一位名叫奥利佛厚克的法学教授欲痛批 他说道 世间最傲慢的想法是企图偷走阳光 第二傲慢的想法是妄图让江河倒流 第三傲慢的想法就是企图控制密西西比河 人类尝试过限制河水只在某一条河道中流动 那正是狂妄的开始 20世纪60年代之后 石油工业在墨西哥湾地区快速发展 许多国际财团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 沿密西西比河一带大量投资 国际顶级石油化工巨头 在这一带建成了所谓的美国的卢尔石化工业代 虽然大自然有意让密西西比河改到阿扎法拉亚河而注入墨西哥湾 而美国政府和工业界却要极力保持密西西比河目前的现状 有一次 麦克菲偶然走过华尔明大学的工程学院大楼 看到一块牌子赫然写道 奋力拼搏 自然的控制只能赢得无人给予 Strive on The control of nature is one Not given 麦克菲从中获得灵感 这便是自然的控制书名的由来 这本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正是上述水利工程项目 按照工程设计 当密西西比河遭遇巨型洪峰时 旧河闸口调控负责部门便会启动分红预案 1973年春 由于上游巨量来水 旧河闸口承受巨大压力 水利设施多处出现险情 管理部门启动紧急措施 向阿扎法拉雅河流域分红 以降低密西西比河大低的受压 然而阿扎法拉雅流域的虚红能力 具有局限性 旧河闸口调控设施 只是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 工业界 环保组织和民间机构合作治理 密西西比河的一个例证 这一工程反映出希望控制自然的努力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1972年秋冬至1973年春天 密西西比河发生了大洪水 上游来水猛烈 给旧河闸口水利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 大坝险情不断 洪流造成多条宽圆 公字钢梁变形 堤坝 激进崩溃 虽然洪水最终退去 但负责水利设施的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被迫承认 再过硬的技术和工程手段 也休想彻底管控大自然 事实上 指望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 能使人类成为战胜大自然的最终胜利者 那种观点是幼稚而可笑的 如今 没有太多人像往日那样 继续相信密西西比河 能够永远听从人类的指令 乖乖的固定在河道中流动 关于大自然 包括荒原在内 贝瑞在不可预见的荒野一文中指出 荒野从不根据某一个计划而生存和改变 而是任意的应对所面临的事件和力量 一条河流的湾区 沙洲 水潭 其形成是应对任何阻碍和开放的结果 对于一条河流乃至任何自然力量 某一阻碍不过是一个机会 河流的本性就是流淌 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流淌 也是时间上的流淌 万物 结架要屈服于水流的实时的冲动 今天如此 明日亦如此 千年之后 依然如此 河水如果受到阻碍 水流或者绕过阻碍 或从下面钻过 或从顶部没过 或从当中流过 或用水流 将之磨损 人们可以建筑堤坝 挡住水流 声称建造了一个湖泊 但它依然是一条河流 它将保留自己的本性 等待自己的时间 就像一头 关在牢笼里的野兽 伺机寻找任何一个微小的开口 而逃脱 假以时日 河流将冲开自己的路 堤坝会向远古的悬崖 被激流一点一点的波石 由此 贝瑞对那种 曾经大行其道的 所谓人定胜天的水利工程思想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第二节 自然的终结 约翰·麦克菲 发表自然的控制的同一年 比尔·麦奇本 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 书名为 自然的终结 The End of Nature 这是第一部 向美国大众 介绍全球变暖影响的专注 全书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部分 介绍 大量 温室气体排放 所造成的 气温升高 和全球变暖的严重趋势 麦奇本的主旨是 不加节制的发展模式 将导致自然的终结 作者表示 自然的终结 将把人类抛入可怕 而不可预见的境地 作者解释道 所谓自然的终结 指的是 独立于人类活动的 自然 行将消失 随之而消失的 是人类 与大自然的原始关系 麦奇本说道 所谓自然的终结 我并非在说世界的终结 雨还会照常下 太阳还会继续照耀四方 但会不同于以前 我指的是人类 关于世界 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 将会改变 我们所感知的永恒 而独立的自然将会消失 换言之 大自然 作为独立于人类 而存在的体系 这一概念 已经彻底改变 昔日 人类的行为 虽然对大自然 有所伤害 但尚未伤筋动骨 如今 人类的活动 已经强大到 可以改变 地表温度的程度 二氧化碳 具体排放的 总量和速率 已经开始改变大自然 麦奇本说 人类给自己 建造了一座温室 昔日 这里 是一座野花盛开的 甜美的大花园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 作者展望 不大看好的未来 采取有效措施的道路 将会异常艰辛 但人类别无选择 麦奇本描述道 那一年的八月间 一个夜晚 我躺在山顶上 仰望星空 试图认出 我所能辨认的几个星座 猎狐座 北斗七星 我们的仙人们 他们虽然置身于 更为充满敌意的 自然环境之中 却能够 轻而易举的 看到头顶上 熟悉的星座 勺壮大雄座 剑壮猎狐座 以及网壮星座 而今 我们将需要训练自己 不再能够看到那些图案 第三节 自然终结之后的林业 本节的标题借用了克拉克·宾克利教授的一篇文章 自然终结之后的林业 麦奇本所著的《自然的终结》一书 先是于1990年在纽约的上流社会圈引起了轰动 热议的标志是 商家的大佬 纷纷在鸡尾酒会上大谈特谈自然的终结 一年之后 远在加拿大西海岸 温哥华的 布雷丁哥伦比亚大学林学院院长 克拉克·宾克利教授 敏锐地感觉到 麦奇本的这本书将会严重冲击传统的森林工业 于是 宾克利教授快速撰写了一篇文章 在剖析了《自然的终结》一书的基础之后 一书的基础之上 对于麦奇本耸人听闻的书名 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首先 宾克利教授辩论说 麦奇本所言之自然并不存在 在阿迪荒原 以阿迪荒原为例 19世纪期间 阿迪隆达克山岭之上的森林 多处被砍伐 经过百年的恢复 麦奇本所看到的阿迪森林 已然是次森林 而非人际罕至的原始林 接下来 宾克利教授指出 人类所生活的地球 经历了亿万年的演进 即使在所谓的人类文明到来之后 自然的样貌 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之下 持续的发生变化 所谓回归史前时期的提议 完全站不住脚 宾克利认为 麦奇本用耸人听闻的说法 吓倒了不明就里的大众 却未能给出 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宾克利教授用美国生态保育先贤 埃尔多·廖波德教授的土地伦理学说 号召林业工作者接受时代的挑战 将保护森林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以负责任的态度 帮助打消公众对于自然遭受退化的担忧 宾克利教授在加拿大森林工业界做了多场演讲 并且将自然终结之后的林业译文 发表在1992年的美国林业学报 获得北美林业工作者的普遍好评 声称人定胜天者 其狂妄自大的傲慢态度已被世人所唾弃 而鼓吹自然终结者 其所能听闻的言论 除了博得一时的关注之外 因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而显得过于负面和消极 宾克利的文章 代表了林业与环境工作者的专业态度 在当今全球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给人更大的希望和信心 为了激励林业工作者 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作用 大胆而负责任的管好森林资源 在文章的结尾 宾克利教授 引用了美国著名诗人 埃德温 阿林顿 罗宾逊 于1927年发表的长诗 特里斯丹的片段 无论你承认与否 你都是一位君王 特里斯丹 你是一位行将离开世界时 少见却久经考验者 他们离去之时 世界变得面目全非 表示出你所遗留的功绩 我会不会再提过去的 或讨论 下诗人